比如說我要找那個提名剛剛OK 那作者都不OK呢 也一樣啦 所以你這個地方假設要找哪個作者 像這邊有什麼作者可以比較 比如說姓劉的好了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姓劉的 它這邊也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簡體的問題 那如果你簡體的話 你一定要輸入簡體 但我們現在輸入一定是繁體的 所以你會找不到 那怎麼辦呢 特別是有一個方法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Excel的新的版本裡面 有一個叫教越 不過特別注意 我記得好像這個 在Excel的2010以後 好像才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太舊的版本 就沒有什麼功能呢 教越裡面有沒有 叫做減轉凡 有沒有 那如果你的版本太舊 就沒有這個版本 你可能還是要找一下 這個這個版本 那這個這個教越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減轉凡 當然如果你實在 你的版本太Chill的話 沒有這個功能怎麼辦 要不然另外 好像Word裡面也有這個功能 你可以把資料貼到Word 轉換再貼回來 也是一樣可以啦 只是說這個 如果本身有這個功能是最好的 那怎麼轉換呢 基本上我們 假設我要轉換的應該是 這一欄啦 這一欄啦 這一欄 跟什麼 跟出版社 其他好像就不用轉 好像自己欄啦 那我們就可以 把它選取之後的話 然後按一下什麼 減轉凡 OK 然後他問你說 他這個轉換動作 沒有辦法復原喔 是不是要繼續下去 B4就說他是不可逆的啦 不能說你再按一下復原 他就可以復原 沒辦法 所以假如說 你以後要做這個動作的話 也許你就先存檔兩份 一份是簡體的 一份是繁體 否則的話你又回不去了 蛤什麼 繁轉凡怎麼樣 轉換一下 OK 我就沒有備份了 好 好 那轉完之後你會發現 哇 非常非常的快速 一下子呢 全部都轉換成功了 所以這個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因為你們如果將來 網路上找到很多的那個 這個 電子古籍 很多都是對岸輸入的 那輸入完的話 他會提供給我們一些 類似像這樣的檔案 那如果說呢 你要轉換的話 其實用這個功能 轉換一下就可以了 像一些什麼 比較常見的一些點擊吧 像剛剛講的紅樓夢 其實好像很多對岸也有 他變簡體了 那你可以把它轉換之後 你就可以拿來做查詢系統 OK 甚至你們待會可以變化一下 比如找一個什麼 這個 唐詩 仲詞 圓詢 有沒有 有一些 比較完整的 你如果要查詢的話 下關鍵的查詢 其實馬上就可以查到你要的資料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轉換成功了 然後我們試一下 所以待會請各位 分別把什麼 除了 因為除了書目編號是數字以外 其他的欄位 通通都可以拿來做關鍵字查詢 不過你想說 老師這個借過號不是一個號碼嗎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號碼裡面只要有非數字的部分 他就認為這個是文字 他開頭是AC AL 等等的 也就是裡面有非數字的話 那你將來 你要做查詢 有沒有 借過的話 我看一下 這邊應該也是可以的 有沒有 篩選 你把它點下去看一下 這就是文字 有沒有 他就有包含 但是如果裡面 假如你按下他 他這邊沒有所謂的包含 數字篩選 那很抱歉 這個地方就不能用關鍵字查詢 只能用數字比對了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待會請各位分別針對題名 把它先怎麼樣 先用那個教育裡面的減轉房 然後轉完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比如說剛剛輸入中國一定不OK 現在的話輸入中國應該OK 啊有嗎 沒有沒事 沒事 OK 確定 看一下 有啊 總共有 跟中國有關的 關鍵的話 大概就會有 呃 四 哦 四本 其中有兩本是日本 日文的書籍 那把它復原的話呢 這邊有個復原 那就可以插 那其他的話呢 請各位 再去變化一下 把這個呢 提名改成底下這個作者 然後出版社 然後出版社 類型 學院 系所 有沒有 分別我就把它改一下 這邊的話 至於改的方式 請各位自己再再把它變化一下 那 比如說作者好了 比如說作者裡面 姓 姓劉的好了 有沒有姓劉的 我就輸入劉就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劉什麼什麼 我只讓他姓劉 按確定 看一下能不能出現 诶 有 總共這邊有三 三個姓劉的 可以把它復原 那 輸入編號這個查過了 那 出版社的話呢 如果是在北京的話 如果想要知道北京相關的 你就可以打一個北京 因為他已經轉換成繁體 所以輸入這個北京 按確定 就有幾筆 總共有五筆資料就出現了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要把它復原 OK 其他的話 還有類型 學院 系鎖 通通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查詢 其他的話 請各位 自己再增加 剛剛我們就增加了 三個按鈕對不對 然後底下的話 這幾籃 也自己把它增加起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作者應該會吧 反正要改一個欄位 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那個 提名的部分 複製貼過來改一下